欢迎收看《自由感觉》,我是何静 我们现在在广州市的一个创意员 他是红砖厂创意员 现在是中午,太阳有点大 然后现在人也开始多起来了 发现一到这个正门口 有超级多拍照的人 带着一些很专业的设备 都想要来这里打卡拍照 一进到这里也看到有很多这种 非常破旧的集装箱 但是现在来观赏的话 并不觉得它是破旧 就给人感觉挺复古 还是有一定的观赏性 它的前身是一家食品的加工厂 后来这个工厂就破费了 一些很有艺术的一些人 把这里改创成了艺术空间 我觉得在这一个原本的废弃的工厂的话 就增加了几分雅致的味道 它这里有很多的一些 以前原本工厂留下来的那些牌子 而且工能区域能够让现在的人 去更加感受它以前的那个味道 有非常多的游人在这里住游 然后在这里游下来拍照 其实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拍照的人 每一处都感觉非常的有艺术氛围 而且它这里的植被树木都非常的高 所以即使现在那么烈的太阳 我也就感觉到微风吹来 就给人感觉非常的舒适 走了一会儿 然后就发现这里有个非常有情调的咖啡厅 然后它这门口有很多的一些 石木制作的那种板凳 给人家很有质感 它真的是那种很古老的旧木头做的 真的感觉是特别的优先 非常的能够去品味这个生活 这个红砖厂里面有非常多的猫啊 一些爱猫人士都坐下来掳一下猫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 据我所知呢 就会有很多的那些淘宝模特 他们也会选择来这一个地方 作为背景去景点 来这里拍照 因为它这里到处的都是拍照的地方 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 以前非常复古的老式的一个 火车的轨道 你看现在都是拍照打卡的一些人 飞上去了 如果大家来拍照 基本上都是上到这里来摆一个pose 然后就拍照 就非常的有那种复古的轨道 你走在这里每个地方 时不时就会有一些游客 会很客气的过来问一下 能不能帮他们拍这张照片 这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拍照的一个地方 一些店面的门口 都能够成为一个白拍的圣地 其实我来到这个红砖厂 创意园的话 我会更喜欢游走在 这个厂房与厂房之间的小巷子里面 首先小巷子里面人少也安静 然后呢你可以更加的静下心来 去欣赏它这里的建筑 生活跟艺术的结合 然后里面的一些画廊啊 图书馆 咖啡厅啊 都是很文艺的一个地方 增加了别有的雅致 有没有的那些agog子里面的 有的雅致 体涉及 我们下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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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节目